早安 哈啰 早安 哈啰 早安 哈啰 早安 歡迎大家收看 報報市況 恆生指數跌少了 跌在200點 17815點 期指方面 即月跌在229點 讓現貨稍為高水十多點 去到這些時刻 看到今早 都 在178的位置 正在爭辭 那 你繼續是炒股不炒市 是不是?索索 會不會做淡多 剛剛有做了少少指數 但我有回音 我這裏聽沒有 你這裏聽沒有就行了 是 我因為有做了少少淡倉 還有我剛剛指摘了一隻八刀 嘩 我想說 昨天你也說要等他 你是看九日一還是九日二嗎 九日二 九日二 今天穿了九日二 我指摘了 真的 他飛下去 因為他補過之前的列喉 那就 反手 不如補完他 不是啦 我覺得是啦 你相信我 他真的補淡倉 我覺得OK 你又對 反手 在哪裏下跌 在哪裏爬起來 你又對 其實我已經爬起來了 淡倉已經有錢 那裏下跌 那裏下跌 不過是指數的 是指數的 是呀 都好 我覺得都可以試一點點 因為他補那個列喉 因為我怎樣設置九十二站呢 因為九十二那是列喉 就是他 你這麼大 你八十億成交的列喉 你都補的話 你都搞不定了 是 他單日成交八十億 我講的是 那列喉都要補 他是補得很深 就是那個力量是大的 補下去的力量 那所以 沒有辦法 我輸成綠雞東西 怎麼辦 那就是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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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不定啊 還有都很難找客人給你 哈哈 不是啊 喂 我本身是這樣啊 買一隻八道啊 打算賺過兩頌飯的錢啊 現在做鴨的心也有啊 是嗎 就是 就是 打算是贏少少 現在就輸多多 對 現在輸了做鴨 本來我打算贏過兩頌飯而已 哈哈 就是不讓你贏 那為什麼你這麼看不開才行 那你應該用回兩頌飯 輸一個兩頌飯走啊 為什麼要 我也想啊 他裂口啊 我怎麼搞啊 我也想止 其實我想止蝕過 但是他裂口啊 昨天 他不給你了 昨天是最後機會 不過我們先給了一口湯 給了一口湯 給了一口湯 給了大家報仇 打了在留言區 五九五零三啊 一龍五線 升了一乘二啊 現在這隻 六倍左右的槓桿 一百對一的 這隻呢 就是說收回價是一百零八個八 對啦 距離都舒服的 有兩成 所以就 對啦 看看會不會在哪裏下跌 就在哪裏起翻身 可能你買完這一隻 就不單止不用做鴨呢 可以吃鴨 好 OK 有鴨吃 不是只吃兩頓飯 OK 吃兩頓飯 另外 我覺得他的指數 我罵李先生 我以前有指數淡倉 我覺得指數就 對 他之前也帶上去 那你現在不再試一次 我之前看過一百萬七個位 嗯 昨天就六成幾街貨的牛仔 有少少都可能 頭兩檔都要投降 所以之前我都叫大家 就算做指數好倉 都可能要退後一點 恐慌就是 淡油會出擊 現在來說 就見到牛症的重貨區 是17500至176 紅症方面 挺平均的 一由173 183 去到大概188 都不是差太多 四百多至六百張 就是每一檔的張數 就是每一檔的張數 那你做紅的話 你是做哪一檔 就是你看收回價 還是在哪裏 我想看著 我第一個目標 我想看一七四個位 我覺得是可以選一些 萬八樓上的那些 其實我覺得是看你自己的 進不進取 是 是 好的 那我開一塊相關資產給大家 看看花旗那邊 有沒有什麼好東西給大家 如果呢 行指牛症 牛症有174 這些適合我心水 63724 是 HSI牛症 63724 這隻就說 44.5倍槓桿 3,500 收回價是17,500 17,500 其實我想再低一點 不自然 這一隻 如果太低的話 又可能會貴一點 3,500 現在跌的是 43% 這隻牛症 但是我是看淡過市的 後市來講 如果紅症的選擇 有這隻 62394 62394 34倍槓桿 一萬對一的選擇 收回價是18,336 距離也有3%左右 回答給大家 好 那你還有什麼股份 你在看的 廣交所 我們也是站在一檔 我們好像昨天做節目有說 廣交所 因為你現在的成交 真的小 還有你都是IPO 你一直都看不到 有什麼迴響 IPO 我覺得廣交所 他算是 可能你別的 譬如我們經常講的 阿里騰商也好 美團也好 他起碼股值叫做低 但是廣交所 你想想 他比美團還貴 那怎麼辦 我覺得廣交所 真的 你怎麼殺股值的話 我覺得他也有機會去到200邊的位置 嗯 我覺得廣交所 可以選一下 你覺得呢?小珍 我自己一早就已經做了淡 但是因為他剛剛 我很早做了 如果我開圖給大家看 我大概是這些位置 可能23 240 240 那時候做的 大概大概 我現在差不多平了 我本身拿著一隻 紅症 我本身拿著一個紅症 現在還在捱十幾個百分比 那隻紅症 所以 我是打算駁他再穿底 誰知道他就升了幾個百分比 但我死都不走 希望修復了大部分失地之後 就可以再看他下 對 這樣 所以我不死拿著 現在 駁他再穿底 如果你說廣交所的淡倉 可以看一隻 63309 對 388 啤啤 63309 這隻6.9倍槓桿 500對1 收回價是278元 距離有1乘4 港交所的紅症 如果你說廣交所淡倉的搓 有隻槓桿高一點 22371 這隻是8仙半 100對1 年期都適中 12月中到期 距離有150幾天 哇 他輕微價外 這隻8個百分比 咦 之前 我看這隻 這隻都是漂亮的 我們之前也看過這隻 是漂亮的條款 我覺得這隻是漂亮的條款 就是你對比很多 就算你看紅症來說 其實這隻條款也很漂亮 對 OK 抄低它 2 2 3 7 1 OK 388的搓倫 可以考慮一下 8仙半 這個 還有說 我 我想做淡就是9961 但我還未開的 哇 4%啊 9961 有沒有什麼漂亮的條款 我都覺得9961 似乎 難找 是呀 那 卡哥 直接要穿底 如果看圖的話 幾乳酸 沒有啊 他應該要穿回這個 沒有時間的 大概是7、6月尾的底 大概是7、6月尾的底 嗯 就是廣交所 我覺得都是 9、9、6、1 潔情 潔情 都不同 另外兩隻 但是這隻 另外兩隻 我覺得都不行 我覺得都是保險 比如平安啊 有幫啊 這兩隻都是 都挺弱 還有你的平安處賣的CBE 是 有幫 有幫我的淡倉 都是回家鄉 我也是捱得很辛苦 現在應該捱到回家鄉 我在低位 在有幫的股價高位的時候 我再加了淡倉 現在差不多回家鄉了 我也是看淡啊 咦 我跟你這期看法很一致 看淡的東西 我們馬上去一下一下 Yeah 那有隻24228 如果有幫的話 這隻呢 24228 很容易記 十二點九倍槓桿 三先二的 十月二三號到期 價外二十個%左右 四十三元行使價 十對一的選擇 有幫 嗯 這隻不錯 24228 還有哪隻 我 平安 看看先 平安我把它放在一邊 我之前還想炒一隻2628 誰知道好像沒有影 哇 2628我覺得要十元 就是九個多的那些位置 2628反而不用理它 是 你一去到九個多的那些 九個多附近的那些位置 你又不要理市場怎樣 你那時候放進去等 好像內人一樣 他九元附近的支持位置很強 是 無論什麼環境都好 九元附近我覺得他真的強 但是平時他一高追 一升了就不用理他 嗯 我覺得很難高追 但是反而平保 我覺得他會像是穿底 因為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信托房地產 就是所有糟糕的東西 他都存重 那 我真的 他是 很命苦 對 他吃光所有問題的東西 他都是瘋眼來的 那 第一 我覺得他很難升起 如果不是他需要搞CB 那些 那你CB有貪薄的 有機會 如果人家 就是執行的話 那 對 我又覺得 就是我覺得他搞這些 這樣的行為一定 一定是困難的 嗯 還有他之前他打算說 股回房 就是拿回一些錢 嗯 所以我覺得平保 真的 真的平保 嗯 好 那平保方面 如果你說 就是淡倉的部署 現在隊員4% 淡倉部署 哇咦 有隻漂亮 24929 咦 行駛價 這條款漂亮 行駛價 29.9毫半 距離 價外13% 10月中到期 9.8倍槓桿 咦 這隻卵也是說7,500 升了五成多 OK 可以試一下這隻 2318 PUT 這隻多少 24929 24929 24929 是啊 十對一的選擇 平保 PUT 好啦 最後 最後也說多一個 我覺得如果你在科網簿裡面 另外那隻就是快手 1024 因為他這陣子有彈一點 我覺得就 其實快手一彈你都可以 PUT 即逢高PUT PUT 因為 因為 似乎現在 那些 大家對那些直播 好像又覺得 太過集中一個頭部 那些 那些人都要求有一些 即現在慢慢開始清楚的 picture 可能那些人要求一些流量 要分散 那些 還有快手的表現 都真的都幾差 我覺得這隻快手 如果在科網簿裡面都是看一隻快手 好 如果是淡倉的話 淡倉有隻啤可以給大家看的 63308 那說的是有六倍槓桿 那收回價52元 距離有1乘2左右 100對1的選擇 那現在63308做著7千7升1乘6 好啦 那麻煩你索索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你身 除了持有指數淡倉之後 還有什麼 剛剛說過的股份 我是持有港交所有幫太平安的政股 好 多謝了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咦 有阿迪 那跟大家聊一下 那些論證就有 好啦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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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